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呛呛三人行 这个四大名著啊 今天讲到水浒传 其实啊 水浒传这个书才是我看的变数最多的 就是看了几遍 小孩子得十几遍吧 小孩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书看 你知道后来我再大一点 我看《红楼梦》啊 《红楼梦》看到三四遍的时候 实际是有点自我强迫的意思 就是我要多看两遍 对吗 但是水浒传是我小时候啊 好像就是上瘾 没过那么半年呢 哎呀 又没看 又拿 我记得我看的就是那种 是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忘了一个墨绿色的皮 《水浒全传》 《上中下》 墨绿色的皮 我就看的那个 那个版本 看十几遍 小时候看怎么那么爱看 那你小时候看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看他的序啊 施奈安那个 印象不深了 人民文学出版的时候的序是李希凡写的 是吗 但没有原来施奈安的那篇 李希凡是那个赵凡起家的一个学者 就是墨绿色的 因为那个我认为是中国历来啊 除了史记之外啊 我心目中我觉得是最牛的一个书序之一 记不记得头一句就是叫寒雪夜 叫寒夜 然后来了三四个人 风雨夜 来七八个人 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 沐昕后来引用他这段话 对 然后就说这个 我弹起来 大家很高兴 他读嘛 他读他那个书稿 读了 大家听了高兴 然后也别无他意 写得太潇洒了 然后他后面其实还有 写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诗言 很潇洒的诗言 那个就是说书人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他是一个文人 自己要当说书人觉得过瘾 好玩 我来给你们说个看 我看过那个本子就是讲武松的 说书的 忘了是谁的 真是累死人了 那个武松要去西门庆那里 那走几步路就给你搞半天了 对不对 好长好长 后来还没上 还在走几步楼梯啊 走那几步楼梯都讲很多很多的 他要控制那个速度 你知道这个像当年明朝有这个说书的人 偶像级的人物叫柳靖廷 柳麻子 这个明代这个著名的文人张黛就记载 记载他在今天没法想象 就说我认为这当年他讲水浒 还是讲 讲到一个能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他说比如说首先他描绘这个人嘛 这明代这个这个文人文字水平之高啊 说是这个这个呃这个面目这个黎黑啊 那个字是不是念黎啊 就面目黎黑叫土木行骸 悠悠乎乎 这个柳靖廷就这么一个黑麻子过来 但是一说起书来啊 说是这个说的整个全屋子里的人呢 那个瓦刚都嗡嗡作响 就是讲 对这很有名 对不过这个好像是北方的比较特别特点 南方你你你南方也有 南方有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你广东香港有 我们广东南京就是啊 我们有古诗啊 多不多啊 太多了 讲古啊 太多了 反正我今天看到 太多了 你到北京出租车司机啊 整天开的最多的频道就是在讲故事 嗯 消费买药 烈火金刚 或者什么什么 各种各样的 这都是革命斗争故事 抗日的 什么什么 但是他总是在听人说 嗯 那这到了到了上海 在香港就不会有 出租车司机听这些 他现在少了 其实听电台 听音乐 流行音乐 听八卦 听茶杯里的风波 但是他不听说书了 其实二三十年前 香港还是有叫做天空小说 那就是源自在后广州 占前广州的那些 那广播电台像广播剧小说一样 那那个的来源呢 则是广东本来就有很多的说书人 而说书人也会唱 就是男音 你记不记得 你看一代宗司里面不是 这个 这个 陈志玲他开头 有点女像的那个唱那一段 那就在男音嘛 那叫男音 那叫说书呢 这个过去没有电视 没有电影 中国人的全民的 你说叫教育啊 还是叫娱乐呀 就是说书啊 就所以说书肯定曾经特别深的 影响过中国人几乎一切 整个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 因为直到抗战的时候 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呢 识字的只有十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的人是不是 那更不要讲以前了 所以那他们了解天下的事 形成价值判断 形成各种各样的三观五观呢 对 全考数据 所以那天 所以水浒跟三国 是中国人最大的基点 所以那天这个文道不是讲说 中国没有史诗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东西 你看 中国人的这个版权意识很有意思 这个作者很多最好的东西 你连是谁写的都看到 比如说水浒到底是不是实奈安 这到现在都是一个谜 是吧 但是你可以理解成啊 他是这个这个千流归海 这个从很早时候开始 就有人讲这个故事 讲武松啊 讲鲁智深啊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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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有文人整理 把这个民族无数个说书人 讲的这个故事 他会会写润色 写成这么一部书 所以一直到今天的网上 我那天不是说了吗 你看国际新闻就是三国 你看国内新闻就是水浒 基本上今天网络网民 对各种世界的看法 受水浒的影响是最大的 你看啊 这个 这个玩古董的人啊 都爱说一个词 就是就就看一个东西啊 气息 就说气息对不对啊 我想起一个什么了 想起这个新派武侠小说 这个金庸 有一次在一个大学演讲 也被人骂 但是也有引起争议 他就说 他说这个狭义精神 在今天的这个中国 他狭义精神沦丧 说现在要是大街上 有个流氓欺负小姑娘 对吧 都不一定有人上去管 好 那么有人就批评他 说你这个话说的 在今天这个社会 叫不合时宜了 我们都是法治社会了 对吧 你你这个 如果是高危险的情况下 你让我们去建议勇为 去救这个 有警 有警察 但是也有人说 说这些个反对者 不了解 金庸老师的意思 对吧 说 即便是一个法治社会 如果说大街上 有人欺负女孩子 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 那么这个社会 也很糟糕 我们的狭义精神 现在主要通过网络出现 现在网络的 比方说 哪个女的在东北 被关到太平间里 还有人说是人文官环 狭义精神 大家就来了 啪 追上去了 小月月的事情 狭义精神就来 只是中国人的狭义精神 就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多就忘掉了 而且不付出司机的行动 而且同样这个狭义 他在网上非常义愤填膺 18个感叹号 现实生活当中 他可能躲开了 就是人格是这样分离 而且这个狭义呢 他跟水浒传的那个狭义 是不是一回事 我也就觉得呢 不一样 今天金庸的武侠小说 讲的这个狭义 和我水浒传看到的 就是我的感觉 它气息不一样 水浒传里的那种东西 是什么 我至今找不到一个好的语言 行动 但我觉得跟今天金庸的这个 气息完全不一样 金庸讲的这个 反而比较像是求冉克 像是唐朝的那种 见识传习 见课传习 昆仑多是那些 从司马迁史记里面 对 是像郭姐 是那种 荆轲 对 他比较像那个 聂政 言必信 行必果 什么什么 但水浒传截然不同 水浒传那帮人 是水浒 对不对 水浒是什么 就是边缘 就是水的边缘 这帮人在天涯海角的地方 结在 是因为他们无处容身 他为什么无处容身 你都看看这帮什么人物 其实我其实很喜欢李逵 但你看 李逵是什么人 他是动不动 就轮腹砍人 对 一杀就杀一片 但是说比武呢 你注意啊 你注意他们那些比武场面 你读十几遍 李逵武功不行 李逵武功不行 对 他是武功 又爱斗 对 又还得输 碰两个会摔跤的 不压机就摔了一片 就把他干掉 对 所以你相信 而且都什么人 动不动杀红了眼睛 就什么都不管了 然后那种反应莫名其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看牟中山先生 写一个东西 我印象特别深 也是讲李逵的 他说 李逵呢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他们一帮人说 哎呀 把现在结了再安的家 把老人家送上来吧 对不对 搬上来 你记得这个吗 对对对 你会说搬他妈上去 搬他妈给老虎吃了 给老虎吃了吗 然后呢 你看我们都笑 这其实挺好笑 说当时呢 他上了去之后 众英雄都问 怎么了 那时候我妈 半路上给老虎叼了吃了 你想想看 当时 我说他很细 他说写 当时那些人什么反应 哄堂哈哈大笑 哎 你想想看 这帮什么人 东京心 我们正常状况 虽然是很好笑 对 所以那个状况 I'm so sorry 但是我们不敢笑 不会笑的出来 装装样子也得 但这帮人不装 所以牟中三说 这帮人是什么人 他说这帮人是真汉子 真汉子就直来直往 放纵性格 这叫禅宗境界 禅宗 哎呀 这就是我的 不是 我的意思 就是也不是我的意思 我就发现 就说对于李逵 你很难理解 有一次呢 我在这个 以故诗 这个故城 他也讲水壶 我得到一个启发 他就说 刚才你讲 李逵这个 他说是中国文化里的 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说 不见得是文化 是中国人情事故里的 一个什么东西 他是真性情 李逵是真性情 但是李逵的真性情 也有他的基础 他跟宋江关系特别好 很多别的人不敢说的话 他跑出来说 他原因是 他知道宋江是不会杀他的 很多次宋江都是觉得 我推下来 他说大哥 最后 总之他都是违反军纪的 三大纪律八项 对于李逵是常常违反的 但是他跟张飞 跟刘备的关系一样 他跟上最高官员 他应挺送交 他有限的 你知道李逵 要不然的话 李逵 要是小李鬼的话 我怎么觉得 你一下把李逵 说成上海人了 心里都算计的是吗 不是 他不是算计 但是他是各官司 对客观事实 那是真的 他是真性情 但他是真心 诚将三人性 广告之后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